近日,广西陆寨的四万多亩秋豆角迎来丰收,跟随记者去当地的豆角种植基地里走一走。 豆角开花结果呢,都是在这一根花芽上,等下一茬开花的结果呢,就是从这个地方长出来的,所以在摘豆角的时候呢,要主意保护好这个植株上的一个花朵。 去年呢,陆寨县的豆角种植面积达到了3.25万亩,那全年的产量是在4.5万吨。 今年陆寨县呢,又新增豆角种植面积1万亩,新增产量是1.5万吨。 另外呢,我们也了解到基地还采用了豆角加油菜加水稻的轮坐模式,一地三收,不仅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和增加值,还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支付录。